麻烦虽然才刚过去 但还有不少剩下的 哀叹一声之后 方兮由密道回到修炼室 府一打开修炼室大门 她就听到王寡妇的声音 老 老爷 方才翡翠崖好像发生了地震 我 我好像看到好多树根 从灵田中冒了出来 嗯 方兮眼中闪过一抹凶光 看了看外界的月色 由于有着小云与阵守护 翡翠崖发生的小地震 并没有影响到外界 所以 目击者只有一个王寡妇吗 她身影一闪 来到王寡妇身后 砰 王寡妇双眼翻白 昏厥了过去 恭喜 夜洗寡妇成就达成 望着倒地的王寡妇 方兮吐槽一句 来缓解自己的杀意 反正地下溶洞已经没有妖魔术了 太岁也被她送回大梁 因此她如今的心态还算不错 根本不怕被发现什么秘密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方兮伸出右手 一道藤蔓模样的根须从袖子中伸出 将王寡妇绑了起来 来到自己面前 自从彻底炼化妖魔术之后 方兮便感觉自己似乎多了一株妖魔术仆役 拥有了对方的全部能力 但是妖魔术也彻底死了 失去活性 无法再种在地上 也就无法修炼长生术 将妖魔术以炼魔之法济炼 在方兮看来 就好像修仙者用灵木根莖制作法器 一旦制成法器 自然也就无法再种在地上 重新获得生命活力 但也唯有如此 才能遏制此魔对自身意志的危害 不过 也不是没有变通的办法 方兮让藤蔓瞬间开花 然后手上便多出一枚种子 这是妖魔术的傀儡之种 还带着一丝活性 但方兮却感觉 自己可以轻易命令它死亡 永远不再发芽 可惜 这是三代种子 永远比我的妖魔术第一阶 比十祖妖魔术第二阶 再种这三代种子 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以后再去大梁 寻找十祖妖魔术吧 他看着傀儡种 想了想 还是没给王寡妇种下 而是施展了另外一道秘术 这秘术与当年从九玄老道手里拿到的 迷魂术有些类似 配合妖魔术的能力 短暂篡改一位低阶修仙者的记忆 还是问题不大 方兮最终不断念诵咒语 袖子里一道道植物根须浮现 刺入王寡妇的穴道之内 他茫然睁开双眼 对上了方兮的眸子 继而 方兮眸中爆发出绚丽的绿芒 刺入王寡妇眸内 这绿芒似乎会渲染一般 令王寡妇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之色 然后瞳孔同样变得发出绿芒 继而昏厥过去 成了 方兮将王寡妇搬回她自己家 在桃花树下悠闲静坐 时间不知过去多久 一轮朝阳自东方升起 有泰玄子气丝丝落下 正不断内视 观察自身情况的方兮睁开双眸 重数三十年 如今我五十三岁 炼气圆满 五道真刚化形 堪比炼体四重的体修 正道与炼丹之术双双为一阶上品 灵直与玉兽术同样一阶上品 福禄为一阶中品 轻木灵体成就 以木法身功亏一窥 但似乎有所残留 如今我的灵体有助岩 岩寿 增幅灵根与木系法术之效 寿元上线起码到了三百年 大型储物袋一支 其余储物袋无算 下品灵器 金胶简一件 上品法器级别的灵蛇甲 玄铁剑 青元盾 青和剑 黑羽舟 还有一批脏物法器 以及两千多块零食 灵酒一窖 大量丹药 中量福禄 一阶上品的青花金 龟子虫王外 带一群虫妖 最后则是一条不到大线 不突破的死咸鱼 翡翠牙洞府一座 灵田二十五亩 原来不知不觉中 我也攒下了如此多家底啊 时间果然是最伟大的魔术师 盘点完家底之后 方兮不由感慨 对于彻底练死妖魔术 他略有些遗憾 但并不后悔 如果当时不练化那棵妖魔术 等到日后 便不知道是谁练化谁了 此等天地魔直 果然都相当危险 至于以木法身 以后还有重新修炼的机会 但是 不用顾忌长生术的情况下 我也自由了 我自由了 方兮张开双手 似乎要抓住这名为 自由的空气 正好 趁着如今恢复自由身 去谋划助击之事 同时 也脱离万岛湖这个漩涡 人生有时候 就是需要退一步 方兮暗自谋划 助击 乃仙道第一关 需要突破精气神 等关卡 以我武神之身 气血关没问题 长春诀是大陆祸宫法 哪怕修炼到炼气圆满 法力也不能算强 这一关有点艰难 神识观应当问题不大 按照传闻 中下品灵根筑击困难 上品灵根则是对筑击有所增益 地品灵根筑击自带三成概率 而天品灵根在结单之前 都没有任何瓶颈 至于灵体 则大多有利于筑击 增加的成功率还不少 原因吗 方兮道也知晓 比如 他的青木灵体 在孕育完成的那一日 直接帮助他 觉醒了神时 相当于帮忙作弊 打通精气神中的第三关 自然增加了不少成功概率 但哪怕我有七八成 甚至九成九的筑击成功希望 只要筑击失败 有死亡概率存在 还是必须服用筑击丹 更何况 方兮如今自感常春觉法力 较为薄弱 需要丹药之力帮助冲一把 对此 他却并未后悔当初 没有改修青木工 毕竟青木工当中 未必没有什么陷阱 而长春觉由于是大陆货工法 反而除了法力平平之外 没什么大问题 住鸡丹 白则先成 方兮默默做着日后的规划 这时 门外传来王寡妇的声音 老爷 进来吧 方兮表情淡然 王寡妇进来行了一礼 老爷 昨夜似乎灵田中 有妖兽作乱 弄坏了不少灵苗 嗯 是一头少见的植物妖怪 已经被我斩杀 你被他妖气所冲 会头晕脑胀几日 吞服些丹药变好了 方兮汗手 随手丢了一瓶丹药过去 多谢老爷 王寡妇早已忘记昨晚的事情 但模模糊糊中 的确记得灵田 触须什么的 也就如此认为了 拿了丹药欢欢喜喜地出去 自己却不准备吃 而是给小虎留着 打发走王寡妇之后 方兮呼哨一声 往悬崖方向轻轻一跃 呼呼 跳崖之后 狂风在耳边呼呼乱响 就在方兮即将落入湖水之际 一条青涩如同扇鱼的 大青鱼猛地跃出水面 让方兮能踩在他头顶 走 去周围逛逛 方兮玩性大发 毕竟被逼当了三十年的 众树宅男 一招得了自由 总得宣泄一番 大青鱼吐着泡泡 不知道主人为何今日如此兴奋 并且 平时不都是几乎不出翡翠芽的吗 但他也没得反驳 只能驮着方兮东奔西走 在湖水之中宛若快艇一般前进 甚至还要按照方兮的吩咐 故意制造几个大浪 在客串滑板 被踩着上去冲浪 夕阳西下 维一熙站在翡翠芽上 看到一位青袍少年 脚踏灵兽 逐浪而来 不由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 大叔 你不是一直讨厌出门的吗 怎么今日有此雅兴 就不出门 今日出去逛逛 方兮坦然回答 如今的他 已经没有了弱点 人也变得轻松不少 在维一熙看来 便是月发神彩照人 对了 大叔 听说修士联军 已经攻到龙鱼岛了呢 如果不是你拉着我 我如今也在修士大军中成名了 御风仙子 你觉得这个称号如何 维一熙本来 也是想参战的 结果被方兮给摁了回来 按照这位大叔的话来说 别人冒险参战是为了灵力与资源 你两样都有 还去参战 脑袋秀斗了吗 不如叫御风魔女 方兮微微一笑 悬疾道 对了 今日你来得正好 我有些事情要交代你 交代什么 维一熙忽然有些不妙的预感 大叔这翡翠牙 还有洞府 那一叫紫灵酒 就麻烦你先照看一二了 灵田收益 你可以取五成 方兮说出令维一熙 大吃一惊的话语 他连忙上下打量方兮 发现不像是要游进灯窟的样子 连忙问道 大叔 你要出远门吗 正是 方兮还不知道这个小魔女心中如何付费自己 不然铁定要赏她两个脑瓜崩 为师好歹也算练起后期高手 如今却已经五十三岁 要外出寻找突破的机缘了 毕竟在有生之年 大叔还想冲一冲筑击呢 筑击 不要啊 大叔 筑击失败不死就是重伤 你不要走 维一熙抓着方兮的袖子 情真意切 这是我等修饰的道 方兮缓慢而坚定地挣脱开了维一熙的手掌 至于岛主那里 就由你带我说一句好了 另外 转告他一句 让他保重 阮兴灵似乎与司徒家余孽搅合在一起 方兮却也不想去卷入太深 只能委婉提醒一句 等到维一熙寒泪答应之后 方兮回了洞府一趟 将所需之物收入储物带 背负双手 踩在大青鱼身上 于夕阳中远去 一熙 洞府中的青河剑与青花金龟子虫王 为师便传给你了 此一去 在筑击之前 他还准备先去大梁一趟 阔别三十年 不知故人们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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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